那接下来也还要再跟这个维员哥来讨论 其实大家最近也都在关注这个焦点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到底会不会来台湾 什么时候要来台湾 目前当然还没有做最终的一个确定 也不知道 但是外界有很多人预估 他来台湾的几率其实相当高 不过告诉大家 最近他有新的动作了 就是针对大陆这个气球的状况 这计划要干嘛 他计划要推动一项跨党派 民主共和一起这样跨党派的一个决议案 这个案决议要什么呢 就是要共同一起来谴责大陆 而如果最后麦卡锡仍然来到要访问台湾 你觉得大陆反应会不会比之前 裴洛西访问台湾当时反应还会 力道还来得更大吗 你怎么看 首先麦卡锡来台湾这事情 其实上礼拜大家已经讨论很多次 那主要是当时大家觉得 麦卡锡应该会来台湾 但没想到麦卡锡在对后来 在前几天对外受访的时候 他其实是表明说 中国大陆是没办法决定 我要不要来台湾的 但问题是他也同时表达说 他短情室内并没有参访台湾的形成的一个规划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解读说麦卡锡一开始这么强势的说要来台湾 为什么后来有一种趋缓的一个动作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说是这个美国的行政的政府 包含的以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为首 去跟麦卡锡一个沟通的结果 让他在这个美中关系稍微和缓的情况之下 趋缓来台湾的计划 但是因为间谍气球的关系 导致我觉得麦卡锡现在短期之内来台湾的几率 大大的增高 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他所谓的这个决议 这个众议院的决议 大家认为通过的机会高还是低 共同谴责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上空 我必须说 不管是共和党后民主党的议员 我相信一定都会支持这个议案 为什么呢 回到我们上一节讲的 基本上已经被美国本土民意绑架 现在不去抗中 抗中变成那种趋势 变成他们获取国内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跟工具 所以一定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文的 那通过这决议文之后 再加上麦卡锡如果通过之后 来台湾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之前讲麦卡锡一开始来 一开始在讲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种说法 就认为说麦卡锡啊 他是共和党的议长 那因为行政机关 他不能去影响所谓的民意机关 是否出访关系 再加上这个麦卡锡跟拜登是不同政党的 所以拜登本来就影响不了他 因此麦卡锡如果在当时来台湾的话 他对于代表美国政府 或是美国这种国家利益的 这样子代表性 其实没那么够 所以因此当时有一派的人认为 即便麦卡锡来台湾 但对岸不会有太强烈的一个反应 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行政内部的逻辑 但问题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决议通过之后 等于是一个共和党的议长 主导了这个议案 而且获得了民主党 以及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换句话说 他就握有一个民主党 也支持一个正当性 他就代表一个 他对于美国出来 他就绝对有一个代表性 也因为这样情况之下 他过来之后 拜登就很难去推卸说 这麦卡锡跟我不同政党 所以我控制不了他 我也控制不了我民主党议员 要投这个议案 所以这样子过来之后 他势必的对于老共来说 他绝对握有一个美国 一个主权的一个延伸 一个延伸到台湾的这个一个意象 所以再加上间谍气球 这样子一个冲突的一个紧张感 所以假使麦卡锡真的是在这一个月 或近两个月来台湾的话 我觉得美中之鲜 还有美中台三变鲜 他冲突会更紧张 海荒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